鄉親大家平安 今天是生日的十月二日 今年九月初六 禮拜四 新聞的頭一條 台北市重複的地下街 吳適隆 當時一個高年月頭禮禮 哪怕哪在背手機 頭很驚來一個籃子 把它撞下去 又賺機會 趁近為它的行程 把它回下去 這個高年月第一時間 站在原地人都空氣 不然去跟他促 叫他就要討厭 但是對風景人說 沒看到他 又想說要報警就報警 驚風抓到這個行程 他又變說 他在聽嚴格 他也不給他回行卡罵 但是也要是洪湧 省塑藥控制法 以上發辦 晚上八點 這個女生在在地下街 哪怕哪看手機 對面有一個女生人 今天又來調到農場 又好像有純粹 忘了他的行程 這個女生很進情 行程就隨著走 當時他走到口出來 趕快報警 馬寶就問路鐵線 今天的路線要注意 他完全不慌不忙 就像是沒事人一樣 往上面走 那我就衝上去 跟他希望能夠尋求道歉 不然就是報警 但即使他剛剛 仲擊力道這麼大 他還是睜眼說瞎話說 我沒有撞到人的感覺 他出去 出去啊 就是這個穿普適無法三十五人 他才驚出 中央讓那些穿沾到地下街 就出手感冒 警方他才感濕去 有找到人 發現說他長在南港 勤勇沾也是穿 甘一座的衣服 當中就眾人跟抓起來 他在聽音樂 戴著耳機 並沒有注意有撞到這個被害者 警方一個對手 發言說這個生的 幾月十八人 今年三十歲 他差不多一周年 時都是穿同一頭的學中 雖然他說他沒有感冒冷 因爲警方並不相信 因爲今年一月份到九月份 一位警察隊就 打一個二驚 姓少爺的暗驚 跟一個四驚 風海避密暗驚 也提前這不舒服的人 一個車廂 上就有六支 兩支 千萬不能當作說 煩然無人知道 如果做壞事 都會讓人抓去關